今天我们来进行HTML Javascript and CSS的第五讲 今天的日程安排是 详细介绍CSS中样式修饰属性 CSS修饰属性中文本属性 除了我们之前介绍的水平对齐方式 颜色字体属性之外 我们第一要介绍缩进文本 使用Text Indent属性实现文本的缩进 第二字间隔 使用Word Space属性 可以改变字单词之间的标准间隔 那么我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首先我们打开Notepad 这里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段 HTML的代码 其中Link部分是将CSS修饰文本 独自放在了一个叫 new5.css文件中 方便和HTML代码分别 在body中我们加入了P标签 也就是我们加入了一个段落 Today is a good day 我们首先来做一下缩进文本 我们打入P 也就是对P标签进行操作 打入一个属性 Text Indent 我们给它改为5EM 保存 我们用谷歌浏览器来运行HTML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 这个Today is a good day 已经缩进了5EM 假如我们再给它更改一下 10EM 保存 大家可以看到 这段文字有明显的缩进 接下来我们来调整一下 字间隔 字间隔我们使用的是 word spacing word spacing 我们给它设置为 2EM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单词之间 我们就加入了 2EM的这样的一个大小 当然 这个字和字的间隔可以是负的 比如说我们打入负的0.5EM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字就连在了一起 我们了解了 缩进文本和字间隔 文本属性之后 我们接下来 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属性 首先 字母间隔 我们使用 letter spacing属性 修改字符和字母之间的间隔 字符转换 我们使用 text transform 主性 可以处理文本的大小写 我们来做一下示范 我们用同样的网页 我们在 new5.cs中 我们加入 letter t hung-spacing 例如 我们加入 4EM 保存 刷新我们的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单词中 每一个字母 之间的距离 都有4EM 那么字符的转换 我们通过打入 text transform 比如说我们都改成大写 也就是upper case 保存 抓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字母 就全都变成了大写字母 同样 我们要改成lower case 保存 那我们的这些字母 就全都变成了小写 保存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看 文本属性的 第五和第六个属性 第五 文本装饰 我们使用text decoration属性 来修饰文本 六 处理空白服 使用whitespace 属性可以处理文本的空格 换行和tape字符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还是对刚才的这个例子 我们加入text decoration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加入 lign through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字段中 我们的这个字段中 加入了贯穿文字的一个直线 如果说我们加入 我们把这个lign through 改成 under line 会有什么效果呢 保存 刷新 也就是我们的下滑线 我们这个字段 添加了下滑线 还有我们打入 我们打入 space normal 我们将html这个文件中 每一个字符 每一个字符 我们都给它 多添加一点空格 保存 这样我们显示出来的话 每一个字符之间 都应该有很多的空格 但是因为我们 在这里面加入了一个 white space normal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字符之间 还是一个空格 为了看得更清楚 我们把其他这四个 去掉 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 单词之间 只有一个空格 假如我们把这句话 去掉的话 没什么区别 没 那么好 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第五和第六 文本属性 第五 文本装饰 使用text decoration 属性 来修饰文本 我们可以给文本 添加下滑线 处理空白符 我们使用 white space 属性 我们可以处理文本的 空格 换行 和tape字符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 做一下示范 我们在 之前这个例子中 我们加入 我们加入 text decoration 这个属性 我们打入 line through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个 我们用到的line through 也就是在文本中 加入了一个贯穿文本的 层线 假如我们把这个line through 改成 underline 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为文本 添加了下滑线 接下来 我们来写入 white space normal 保存 为了 看得更加清楚 我们把其他这些 属性 修饰属性 去掉 保存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边 再多加一点 空格 在这个段落中 保存 刷新 我们运用了这个 所谓的 white space normal 也就是 我们将 这个文本中 每一个单词之间的 多余的空格 就直接省略掉了 我们只是 默认为 它有一个空格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 set 修饰属性 css 修饰属性中 字体属性 一 我们用字体加粗 使用 font weight 属性来定义 字体大小 我们通过 font size 属性 来设置 文本的 大小 来给大家 做一下 演示 还是我们用这一段 我们在里面加入 font width 比如说 我们让它的 大小 变成 fold 也就是加粗 加粗我们的字体 保存 刷新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由刚才的细字体 变成了粗字体 这边我给大家调一下 把字体调得稍微大一些 也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比例 调得大一些 接下来我们打入 font size 这里面我们一共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我们用em 也就是 例如我们打入 10em 保存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用em 加数字 加em 来改变字体的大小 或者是我们用百分比 比如说20% 保存 同样是 可以改变字体的大小 再或者是 用20px 像素 保存 也是可以改变字体大小 今天 我们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css中文本的属性和字体的属性 我给大家安排一下课后作业 根据下面这四段 这个网页中四段字 我们来练习一下文本属性和字体属性的css设计 下一章 我们继续介绍 css中 列表和表格等属性 那么今天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都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